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镜头就是电影《卧虎长龙》里面 拟木柏千马走路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一线的红村 我的身后就是南湖 大家可以看一下南湖的风景 这是电影《卧虎长龙》的去景地 现在我们去南湖桥上去看一看 村外的南湖桥 一眼望去青棺带瓦的码头墙 倒映在清澈的湖水当中 淡淡的很美 人在景中 景在画中 在南湖 你可以静静地写生作画 让你沉浸在水墨画中 整个红村的形状犹如一头牛的样子 月爪就是牛位 位于整个古村的中心位置 周围会派古建筑的白墙黑瓦 码头倒映其中 在底带能够在月爪的都是大汇 周围有很多的古宗词 到红村我推荐的两个打卡点 一个就是南湖 还有一个就是月爪 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 夜景的红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有了水的灵性 红村比其他灰败村落更具魅力 不愧为中国画你乡村